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大老板投资记录本 上一期我们跟大家聊了 两只比较安全的7%股息率的股票嘛 so这一期我们跟大家分享多两件啦 进攻型的股票 但是它又有7%股息率的 so上一期我们分享的两只安全的7%股票呢 分别是 FBI 跟RHP Bank嘛 so这一期我们的视角就比较不一样啦 我们选择比较有激进一点的 也就讲我们可以赚它7%的股息之外 还可以赚一点股价钱的股票 所以它一整年的Return可能可以高达到15%到20% 同样的你必须要付出多一点点的风险在里面 ok so第一只就是CSC Steel 它的股票代码是5904 它是在马来西亚少有的高股息钢铁股 ok CSC Steel的基本面介绍 它原本的名字叫做 Onal Steel Holding Berhad 它在2004年上市 并且2008年呢才改名成现在的CSC Steel ok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呢 它的历史呢是因为这间公司它是一个台湾企业 它来到马来西亚 它在2001年的时候呢就买了两间钢铁厂 其中一间钢铁厂的名字就叫做Onal Steel 它买下来过后把他们整合嘛 并且就在2004年成功上市了 so上市的时候呢它并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啦 直到过后4年呢它才换成这个名字 所以这个是这间公司的一个历史 而CSC Steel也在母公司啦中刚的带领之下呢 在这几十年时间不断的注资不断的提升设备啊 可能更多会看到这间公司 OK很多人会觉得这句话看起来不是重点 不过我们要明白啦 在马来西亚我们讲扁钢的市场当中呢 CSC Steel的确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 建立了它龙头老大的位置 基本上马来西亚没有其他的公司 能够跟它竞争到它的产品了的 也就是讲在这个钢铁的细分领域扁钢里面 属于一个绝对龙头大哥的位置 所以它的产品包括了酸洗涂油钢卷 冷压钢卷 镀星钢卷 以及彩涂钢卷 所以它的产品跟我们一般上可以看到 可能建一些公寓啊 建一些高架桥里面那种承重住的钢铁是不同的 它更多是做一些外部结构 比如讲整个物质的外部结构啊 屋顶啊 或者是你要把它加工成一些家电器啊 汽车啊 你就可以使用到它的钢铁 OK 它的全名可能叫做扁钢啦 细分到来呢 就有这四种钢铁的用途 因此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发现到 扁钢的抗周期性是比较强一点点的 它不像是安兽啊 Soulton Steel啊 会因为市场的需求变化很大呢 导致到业绩波动很大 而扁钢呢 由于它可以服务比较多类型的顾客啊 它的产品比较广泛嘛 所以它的波动性会比较小一点点 所以在钢铁的周期当中 它算是走到比较平缓的一支 OK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 它的业绩表现是非常不稳定的 在151617年赚很多钱 然后在181920年呢 又开始萧条 21年赚很多钱嘛 然后近几年呢 又开始萧条 直到了2023年啦 似乎有点要反转的讯号 这主要是因为呢 虽然讲扁钢已经相对的稳定 不过它还是会受到 政府关税的影响 市场需求的影响 以及原料成本的影响 所以加加减减到来呢 自然而然会影响到它的 Revenue以及Profit Margin 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因为它作为一个龙头大哥 或者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外部 可能中国 韩国的钢铁公司呢 都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在里面的 因此我们看这间公司呢 很明显业绩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把好事好在 优势在于母公司的体量协助啦 CSC Steel呢 在马来西亚这么多年的发展啦 已经是在扁钢市场的一个龙头企业了 OK 所以它的股价也因为它的业绩波动剧烈呢 导致到非常的不稳定 有高又有低 所以我可以讲 它是一个机会与风险并存的企业 机会就在于呢 它每次的低点 如果你去进仓的话呢 你可以买到很便宜的股票 然后你可以在高点去套利 OK 所以你要反复的去操作这种 周期性的股票 它的风险就在于呢 这种股票 如果你是喜欢赚二段市三段市 或者是长期投资的朋友呢 你投资这种股票呢 很有可能会浪费你的时间 甚至你会在这种股票上面 亏掉钱 所以呢 我才会说它是机会跟风险并存的 而单单看这个股价图 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结论 这间公司是绝对不适合长期投资的 哪怕它的股息高达到7% 你要阶段式的买入 以及阶段式的卖出这间公司 OK 讲得这么 OK 我们可以发现到股价跟业绩都是不稳定 但是CSE Steal的现金呢 则是相对稳定的 公司在过去的十年几乎没有负债啦 我们可以发现到它的净现金呢 从2016年的巅峰啦 接近三个亿呢 就开始往下走 因为那几年可能市场不大好嘛 所以现金一直不断地在消耗 可是好是好在啦 在这几年五六年的时间呢 它的现金比例是逐步攀升的 然后也首次突破到了三亿以上啦 目前有三亿一千四百万的进现金 可是我们要知道 CSE Steal的它的市值只有五亿零九百万 也就是讲公司是具有非常高的现金比例了 所以它这个现金比例是为公司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确定性 也就是讲它未来的周期波动可能会越来越小 因为现金比例的提升导致到 它未来很难股价跌到低过三亿以下的市值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的可能长期投资者 或者是股息投资者呢 反而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OK 所以我们看它的股息你会发现到 公司十年的派息记录呢 是受到了保证啦 它不管是赚多钱还是赚少钱 它都硬硬会派股息给大家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节点啦 14年派3分 15年派8分 所以16年达到巅峰 派一毛四就开始往下走嘛 所以18年派4分 1920年派6分6跟7分 21年再次来到巅峰派一毛四 OK so巅峰结束又回到派3分 23年再派到9分4 so这个节奏会不会告诉我们 可能未来的2到3年呢 有机会再次回到一毛四的巅峰呢 OK 这是一个我们值得去追踪的事情 因为大家如果回看16年跟21年啦 它派一毛四分股息的时候呢 都是赚很多钱的时候 以及股价是来到很高的位置 所以以这个节点 我觉得还是蛮适合来跟大家介绍这间企业的 所以目前的股息率也是因为 2023年派了很多股息啦 所以来到了7.01% 而好事好在呢 它在financial year 2023的earning budget 其实是一毛两分 也就讲它派9分4是几乎没有压力的 甚至它还可以增加到它的现金比例 所以以过去2023年的表现 我觉得是可圈可点的 更多我们就要看financial year 2024跟2025 能否突破到一毛四的股息派发 如果有的话 你将会赚到股息的同时呢 也有机会赚到股价 OK 所以这种进攻型的股票呢 一定有它的风险在里面 所以我们来聊一下的机会跟风险啦 首先钢铁的需求会因为汽车销量 和建筑需求的提升而带动 所以目前很明显的 malaysia汽车的销量 其实也是慢慢的走上来了 再加上建筑的订单需求 也是有一时在提升 所以在过往啦 一般上建筑股走完就会到钢铁股 而如果是按照这个剧本的话呢 我认为钢铁股的确可以受到我们现在投资者的慢慢注意了 再来去年12月获得延长钢铁仿倾销的保护啦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确立点 以确保未来钢铁的需求提升的情况下呢 CSE still能够赚到这个钱 OK 所以以往啦 在16年以前呢 其实钢铁公司是很难赚到钱的 因为本地的建筑公司可以去申请进口钢铁嘛 所以本地的钢铁企业呢就没有订单 可是随着1617年过后呢 其实每年政府都会去延长这个钢铁房倾销的保护 所以就降低了这些企业的经营风险 只要本地有需求 他们通常都是能够赚到这笔钱的 所以目前股价没有严格意义的低价啦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它非常巨大的风险 因为跟过往的很多次危机呢 它的股价都可以下到很低 可是由于这一次啦 它是在2021年达到巅峰 然后很快的到2023年呢 它业绩就出现到反转 导致到股价来不及跌到低位呢 目前就慢慢的有一点爬升的状况了 所以有要投资的朋友呢 你是没有机会买到比较低的股价的 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注意 这在股价波动大到可以忽视股息的存在啦 So CSE still 如果大家看一下过去一两个月的走势 它派的股息呢 可能你在一两个礼拜就可以赚到 或是亏掉了的 所以在投资CSE still的同时呢 你要更多的去关注它的业绩走势 而股息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OK So第二支公司呢 是Petra Energy 股票代码是5133啦 它是目前最高股息的油气股 我们先简单做下的基本面介绍 OK 它在35年前就在Sarvart Miri呢 开始运营了的 所以算是一间非常老牌的油气公司 So集团参与了提供全面的活动啦 就是涵盖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上游部分 专门从事油田运营和维护 海上业务支持 设计和制造供应 和安装工程的管理服务 所以基本上呢 在岸外石油需要的东西啦 它都是有在那边的 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企业 全面到呢 它只是在做马来西亚啦 并没有去到外国 OK So根据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签订的技术服务协议啦 Petro Energy是登加楼州海上 八辆油田的唯一运营商 So这方面会成为Petro Energy 一个很强大的优势 因为国油只要有油田开发 或者是有订单呢 它都有一拦指的公司 会选择进行合作 而Petro Energy是其中一支 所以它的风险性呢 是比较低一点点的 因为它受到了国油订单的扶持 OK So在高峰期间啊 Petro Energy有高达 2000名海上船员的人力啦 So这方面就导致到 它跟Daiang比较不一样了 Daiang更多呢 它有很多的船只去做出租嘛 而Petro Energy由于它的服务呢 可能比较全面一点 所以它需要比较多人 OK So目前呢 OK So目前我们可以发现到了 Petro Energy呢 它的市值虽然比较小 不过它还有600多名的员工 可是Daiang啦 它的市值虽然很大 不过它只有200多名的员工 So这方面可能大家觉得 也没有怎样啊 对不对 但是这会影响到Petro Energy的毛利率 所以大家在投资Petro Energy的情况下呢 不可以去追求到 它未来有跟Daiang一样的毛利率 所以你要导致到它的盈利提升呢 你必须要看到它的盈利而提升 它才可以赚到更多钱 因为本身上这间公司呢 它是需要很多人 才可以去拿到更多订单的 所以它的Profit Margin算到来呢 一定会比较低一点点 OK 从Petro Energy的业绩表现来看呢 我们会看到一些机会在里面 大家也没有发现到 它每个Quarter 1都是会亏钱的 这个不是这个公司做假账啊 还是为什么这个公司经营到不好 其实是因为季风的关系啦 按外石油嘛 它会受到季风的影响 所以季风一来呢 那个季度的作业就会比较少 自然而然 营业额就会比较低 然后会亏钱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 虽然讲在最新的2024年Quarter 1呢 它还是亏钱的 但是呢 它这个营业额是过去10年最高的营业额 所以也代表着啦 目前的需求还是非常高的 因此我非常期待它未来2,3,4季度 到底能够交出怎么样的业绩 如果能够再比2023年的业绩更高的话呢 其实股价会有更大的空间 所以季风后的表现值得受到我们投资者的注意啦 也就讲发油的业绩 所以油价维持在高位 国油的支出是明显提升的 这个是Petra Energy未来Quarter 2业绩 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因素啦 只要油价能够持续维持在7,80块 如果国油的订单 它的CAPEX数据呢 没有显著的调低 其实Petra Energy的业绩很快就会有机会来到一个历史巅峰的位置了 OK So 我们来看一下Petra Energy的现金跟股息啦 目前呢 它的股息是高达到7.19%的 是比CSE还要来的高 而同样的 它在Financial 2023的Earning Percent是1毛6分半 也就讲它不是超额派息 导致到能够来到这么高的股息率 它只是派出了盈利的大概60多个%呢 就有7.19%的股息了的 所以它是一个典型属于赚多派多的企业啦 因此这方面也让我重视到Petra Energy啦 至少这间公司呢 跟一般企业不同啦 它赚了钱它愿意派 它没有赚钱它可能就派少一点 所以我们投资者在投资这种类型企业的时候呢 你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OK 所以目前虽然讲派很多钱对不对 OK 不过它的净现金呢 还是有1亿5400万的 而目前市值大概是4亿9200万 也就讲呢 它大概还有三分之一的比例呢 都是净现金 所以安全性上呢 是受到一点保障的 而目前也是少有的高现金比例 和高派息的游戏股啦 但是由于最近这两三年嘛 整体的游戏股复苏到很快 所以大多数的游戏公司呢 慢慢都变到进现金 以及有派股息了 对于整体领域来讲呢 的确是一个好事情啦 有一点回到10年前的光景的味道了 OK 所以进攻新的股票 同样的 它一定有它的风险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机会跟风险在哪里 所以很明显啦 它的机会在于呢 比起钢铁股 油气股的复苏呢 是更加势不可挡的 它在2023年创下了一个巅峰过后呢 并不是讲像钢铁公司 只有少数的企业来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而油气公司更像是全面开花啦 只要是你跟Betronas有拿合约的呢 大家都一起分到了蛋糕 大家都赚到钱了 所以整体的指数上到很美 而Daiyang呢 其实也创下了10年的新高 OK 所以我们要明白啦 Daiyang每次都会走在 Petron Energy 跟Charmine的前面 所以Daiyang如果创下10年新高 这样Petron Energy有没有机会呢 的确我们可以长时间去追踪一下 OK 再来还有一个优势在于 油价没有大变动之下呢 每里油气3000克的业绩会受到国油的保障 所以这个东西最主要是因为这3间公司都非常的简单干净 他们只做Malaysia的业务 然后都是under我们的国油保护伞之下 只要他能够给到订单 他的业绩都会是蛮不错的 这个我们可以从过往的10多年的数据看到都是这样啦 只要国油的CAPEX一拉高呢 这3间企业都是会赚到钱的 而目前很多投荒的分析报告都有告诉到我们啦 国油的整体的CAPEX呢 都还会在持续的提升 所以我认为投资者如果你错过了Daiyang啦 可能Petron Energy跟Charmine呢 会是你接下来的研究对象 OK 所以我们讲完他的优势 我们讲他的风险是什么 他的风险就是呢 虽然讲他比达Yang好一点啦 没有来到一个10年的高位 不过他的股价已经走到半空中了 也就讲呢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 他股价至少涨了一倍 所以你在投资他的时候呢 更像是第二第三次的机会在那边 而不是你可以买到便宜的股票 所以投资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赚多 OK有钢铁股 这种还没有开跑的 你的机会就赚比较多咯 不过你的风险就是他可能不要跑 OK 像油气股啦 他就是跑到半空中了的 你的成功概率可能很大 但是你的赚幅就比较小了一点点 所以就要去依据你自己的投资习惯呢 再去选择股票来投资了 这里的视频更多只是做到一个 功课分享的部分啦 不能影响你要操作是什么样的 OK 所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股价同样大到呢 可以忽视股息的存在 所以有要投资这间公司的朋友呢 我建议你还是要看业绩 然后看他的业绩能够到怎样的地步 而股息更多只是一个bonus 你不可以因为他的股息高而去投资这间企业 你要因为他的业绩 你觉得未来会好 你再投资他呢 其实你的风险回报比会更加的好一点点 OK 所以其实我们分享完这两间公司啦 大家觉得高股息的周期股是合理的吗 OK 从过往的角度啦 有股息的周期股呢 一般上波动性都是比较小的 我们要明白钢铁股啊 油气股啊 他们本身都是属于周期性的领域 而一般上啦 里面有一些公司的现金情况比较好 就好像CSC Steel啊 Petro Energy 他们都会常年派股息 所以他的波动性会比较小 安全在于啦 别人跌的时候呢 他跌的就不多 因为他有很高的现金比例啊 或者是股息去支持他的股价 而可惜在于呢 就是别人涨的时候呢 他涨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身跌不多嘛 他涨就肯定涨不多咯 所以他会成为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所以我在会员频道的时候 就有跟大家讲到嘛 这种类型的股票呢 如果你是要投资周期股的朋友 我就建议你去找那种波动性比较大的 因为你都看到这个领域会复苏 这样你肯定要买一个波动性比较大的 可是如果你的视角比较不一样 你是希望去找高股息的股票 你又想赚一点周期性的钱 OK这两只绝对比我 没有提及的很多只呢 来得好一点点 可能你的研究视角可以往这边看 会帮助到你 节省你的功课时间啦 收集的内容就分享到这边 想要了解更多资讯 也可以花一杯开会前 就要到道老板的会员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